但是我们听到这样子交通部长毛志国宣布要规划新建北域直线铁路 但是前环平委员这个詹顺贵他就说了 他说直线铁路开发势必要贯穿现有的山脉 可能面临于雪碎还有苏花糕同样的问题 后遗症可以说非常的多 虽然表面上是直线铁路 不过省下的时间有限 而且会像雪碎一样造成大量的地下水涌出 如果要重新启动的话 路线就得要重新来规划 感谢观看